欢迎收看新闻快讯 拜登总统昨天警告称 俄罗斯将会在下个月袭击乌克兰 但莫斯科方面否认了这个说法 也强调俄罗斯不想战争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今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那些受人尊敬国家的领导人 他们只说明天会有战争 但乌克兰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他也批评英国美国澳洲 先后撤出了外交官的家属 认为西方国家的做法是一种错误 是对乌克兰的威胁 也直接造成了目前该国内部的不稳定局势 尽管俄罗斯已经在乌克兰边境 集结了大约10万名士兵 但泽连斯基表示他没有看到 比去年春天时更大的威胁 1月6日特别委员会已经向来自 7个州的14名共和党人发出了传票 这些人被认为与川普总统提交的 选民被选名单有关 该委员会今天表示 这些人提供了虚假的选举人团投票 证明给时任总统川普 并且随后把这些资料发送给国会 以证明1月6日当天必须推迟或阻止计票的进行 委员会主席汤普森希望这些收到传票的人可以配合调查 告知他们如何获得这些虚假信息 以及谁是该计划的幕后黑手 为全国人民解答1月6日当天的答案 并且确保此类的暴力事件再也不会发生 由于Netflix的剧集Tiger King而火爆的动物园老板 马尔多纳多帕辛杰 一名州Exotic怪人桥 是厄克勒河马州的一处动物园园长 并且自称是全美最多产的老虎养殖者 此人今年58岁曾经是一名警察 还在2016年参选过总统 2018年参选州长 但都以失败告终 2019年因为17项虐待动物罪 被判刑监禁22年 他在之后要求上诉 尽管怪人桥表示 自己在狱中被确诊了前列腺癌 并且在法庭上泪流满面 希望不要死在监狱里 但联邦法官也只减少了他一年的刑期 改为监禁21年 而且根据检察官的说法 怪人桥在去年9月份收到了一份纪律处分 他在狱中非法获得了一部手机 和一对未经授权的耳机 另外他还多次收到辱骂或威胁的信息 但又凭借Netflix剧集 在狱中享有超高的人气 下周北京冬奥会就将正式开幕 成千上万的运动员和媒体工作人员 也开始陆续抵达北京 而根据当地媒体的说法 北京冬奥会议在当地严格的封锁下 有一种超现实的体验 记者透露他们抵达机场之后 看到的只有身穿全白色防护服的医疗人员 每个入境的人都在机场接受新冠测试 然后被运送到设有路障的酒店 入口处也全天后有警卫站岗 截至昨天抵达北京的4046名外籍人士中 有129人检测呈阳心 如果有症状就会被送往当地的医院 没有则会被送往隔离酒店 而在这个隔离的环境中 每个人每天都要进行新冠检测 如果前一天夜晚错过了检测 隔天就会被禁止外出 请继续锁定新闻快讯 掌握新闻的最新动态